各位朋友,今天是5月6日 和大家回顧一下5月1日至5月5日 五一黄金周的一些旅遊表現 其實今日各大報章都有提及 今年的黄金周,人次有上升 總結5月1日至5月5日 五天的時間,加起來有75.8萬的國內旅客入境香港 這個數字比起2023年的62.5萬高出了21% 也算是有增長 而根據政府預測的數字 今次黄金周帶來的消費額是有20億 如果以平均人數去計算 平均每一位旅遊人士的消費額是2666元 如果看回就不少 例如各地的商場 或者一些餐廳食肆 都有表示業務是有增長 其中就要根據一些商場的統計 例如新鴻基地產 旗下有十幾個商場 都表示在五一黄金周的生意額 增長是有雙位數字 根據他們的表示 其中很多商場都有一些不同的項目設計 例如好像在大埔的超級城 搞了一個春日秘密花園 給一些喜愛郊遊的內地遊客去打卡 另外在APM的商場 裝飾了一些AR的影相機 給年青人排隊打卡 印照出來 也在沙田新城市廣場 聯同一些迪士尼樂園的人物公仔 以及一些樂隊 都搞了一些活動 也組織了很多抵買攻略 一些銷售的感謝祭 也是引導一些遊客 看看如何精明些去買東西 抵買一些 以及留在商場消費 不少遊客 也去了一些旅遊景點 例如一些地區 例如有煙火會演 據說附近的店舖食肆 生意額也有兩三成的增長 但是當然 大家都要看看其他的一些聲音 如果我們看回不同界別 對於今次黃金周 都有一些說法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是不是一面倒 只是數字理想 根據不同業界的說法 都有少少不同 第一 我們自己官員都有說 例如像我們的文化體育和旅遊局局長 楊潤雄先生都有說 現在的旅遊模式 是有少少變化的 以前都是喜歡 就是瘋狂購物 買車此品為主 但是現在很多遊客 就喜歡深度遊 深度遊的意思 都是走進去一些市區 享受一下區域的一些民生狀況 或者去一些地道的美食那裏幫助 跟以往那種消費模式不同 以及政府也有留意到 其實社交媒體的影響力都相當大 不少遊客都是看完一些社交媒體的介紹 就來找地方打卡 找地方去享受一下美食 這個也會未來政府做多些工作 但是怎樣可以在一些社交媒體那裏 協助多些商戶 去爭取這一方面客人的一些消費 第二就是我們財政司司司長 陳茂波先生也有說 其實現在香港的幣值高 港匯持續都是高企 令到可能人民幣對港幣 都跌了一些 也都令到很多內地人士來講 消費都覺得不是便宜 好像貴了這樣 這個也是有些影響 另外我們餐飲業務的代表 王家和先生 即是香港餐飲聯業協會的會長 他有表示 其實現在主要是以自由行為主 人均消費力就不算太高 以及入境的旅行團 都不是一些高端消費 買奢侈品的旅行團 都是以一些大眾化為主 所以對於旅遊業務 都是有些影響 另外根據酒店業的一些代表人士說 其實在五一黃金洲 旗下有些酒店 其實那個入住率只有九成 也都怎樣才可以保住有九成 還是因為減價 如果根據他們的說法 現在不論是尖沙咀 灣仔 有部份酒店 其實那個房價 就由二千多元 都減了二十幾個百分 去到一千多元一間房 所以才能維持到九成的入住率 所以就今年的黃金洲 對酒店業務 又不算很理想 還有一個數字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有報章都有說 今年的黃金洲 除了吸引了有七十幾萬人次 就來了香港 但是香港人離開香港出境 去旅遊、去消費 其實都有超過九十萬人次 大家計一計 此消比獎 好像香港出境去外遊的多 反而入境的七十幾萬 更少過出境 這些都是值得大家去留意 去檢討一下 最主要 其實大家都是要想方法 第一 是吸引外來的人士 繼續來香港消費 還有消費力就要陸續提升 才能幫助得到一些商戶 第二 當然就是能夠的話 就要令到香港人 都是留港消費 喜歡在香港購物 在香港消費 令到購買力留在香港 才會幫助到香港的經濟發展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明天見 所以看到了 你才會選擇 你才會選擇